字幕提供 你知道我的壓力有多大嗎? 很大壓力 罵觀眾啊,我們第一場試影會很好笑的 第二場你們請的是什麼人 為什麼少了三個掌聲和六顆笑音 你跳了台去哪裡 壓力就是... 罵觀眾的壓力大不了 畢竟是昆瑜首次撿到 又要求壓力自然大一點 這兩個我一直拍一邊心驚膽跳 這個也是很認真的 我唯一哄到她開心 就先揮爆她 她的脾氣就沒那麼大 這個也是很酷的 不是很說話的 這次做了一個造型給她 令她很... 我都說抱歉 因為我覺得喜劇是需要造型 尤其是對觀眾是要有反差的 我想設計她在地中海 我的頭髮很緊張 一條都不能少 一條都不能少 樓下有一班寫字樓的妹妹仔 方中相很英俊 然後再想想我要上來 這個戲的造型真是... 不會啊,你也是很英俊 他自己願意的 這個戲很過癮 上身了 好,好,好,好 只要四十多天 夏天那天才要命 這部這麼歡樂的笑片 靈感竟來自一宗收樓新聞 這間屋 這棟大廈相傳有鬼 探討了裡面 原來就是一個老宿者 有很多人住不起屋 窮到沒在貧窮線下 每晚就回家 就躲在別人這些 就是我們現在的吵裡面 是有悲慘故事 其實劇情當然好笑 我記得他 釣威也爬上一條 三層樓高的梯 他爬上去之後 我就換 他說可不可以換人 爬上去 然後我們那句 怎樣換其他對白 都覺得不好笑 因為那是你發自內心 妖玲玲吃正聖誕奇想 你們三位這麼老友 想好聖誕點過沒有呢 我們三個真的不太好笑 難道我們大家看的鏡頭 難道我們大家看的 不,我們是好笑的 雙色很久了 當然要說聖誕 對,為何我們聖誕節 只是奉獻給電影 有沒有電影 我們就沒有聖誕過 你叫不要買禮物 我一句跟兒子說 沒有聖誕路 我,她的老婆發版 我想找個聖誕女郎 不給我 內行不行 聖誕女郎 好笑 你可以嗎